總共開幕 五班日到烏來出席活動 侯友宜換上原住民服飾 和在地民眾伴鋼筋 不過外界最關注的還是 要不要挑戰2024 什麼時候會鬆口侯市長老話一句 新北市長的角色 就是把現在的工作做好 堅持步調照樣厚厚做感激 隨著民進黨賴清德 出展2024態勢似乎大致敵定 國民黨遲遲沒有人選 也讓不少支持者感到焦慮 北市議員徐曉信玉言 黨主席朱立倫 將尋桃園模式徵召侯友宜 問的是侯友宜和國民黨初選辦法 朱立倫回的還是難投補選要先贏 而面對郭台銘動作頻頻 積極敗毀王金平高調宣布披籃袍也在所不惜 但能不能回國民黨當內雜音也很多 不需要含淚啊 我可能就不投票啦 郭大老闆怎麼會插我這一票 畢竟四年前郭台銘可是痛批分贓腐朽 如今懷抱總統夢依據年輕氣盛 就想代表參戰恐怕沒那麼容易 二零二十四國民黨最強怎麼推人線內政 三日新聞許前我們宣言台北南投報導 我會放到一張 我會放到兩天中的土地 有一條三個血糊 而除了九個血糊